新民四天廉價台中一名簡先生一家人 北上到新北瑞芳山區掃墓 没想到却遭收过炉费 民众要到墓园掃墓 但是来到这里却发现铁门申锁 而且出户跟他说你必须要付五千块才能进入 但说也强调因为这块地是属于他们的私人土地 簡先生气到泼网 因为来到墓园直线下这条道路 但对方态度相当强硬 还炮轰找谁来说都没用 直级现场田门依旧伸索 上头还贴着私人土地的告示 住户一间媒体上门也出面含冤 强调说五千块并非单次费用 而是永久性就收这一次 但收这五千块合理吗 从瑞芳区第十公墓停车场到私人墓园 将近两公里过去并没有道路 直到住户进驻 找来工程单位铺路整修 零零总总花了上百万开通 却接连遭到游客破坏 甚至遭少偷 在十多个地主讨论之后 决定设置铁门管理收取维修费 或许地主有所苦衷 但毕竟桑木一年就这么一次 监先生最终被去在门外 只能达到回府 感受上实在不是滋味 三里西云正宇龙宗小庄 先被报道